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摩曾在半清醒期间说 你们太残忍 为什么不让我走 拜托帮我拔掉氧气 隔壁病房的老婆婆也没法忍受身体的剧痛 哭喊出要自杀 她心疼说 为什么不能让病人选择舒服 有尊严的离开 刘依欣又反晒照透露 按摩中在母亲节前病逝 摆设字面书 017 又 摆设字面书